会员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咱们会员专响翻牌节目时间了 咱们来看看会员朋友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 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其中会员朋友B.I.L.L.L.问了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汉朝晋朝以及之后宋齐良臣都有 而且有重要的皇帝才得到四号五帝 唐宋明清几朝就没有了 据我所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五帝 应该是北周五帝元庸 而文帝这个嗜好一直到清朝都有 这是为什么 汉五帝这个五帝其实跟后面几个五帝还不太一样 汉五帝的五帝全称是孝五皇帝 就是汉朝所有的皇帝嗜好前面都带孝 孝平皇帝 孝哀皇帝 孝文皇帝都带孝 他简称是五帝 至于你说的那几个魏五帝 晋五帝 北周五帝 这是真的是五帝 其实最后一个五帝不是北周五帝 是后唐五帝李克用 他是那个嗜好是五帝 那当然他是一个例外的 他是被追认的 你看这些五帝 也就魏五帝晋五帝呢 这个名声稍微好一点 其他的五帝都是那种 这个歌剧政权 这个军阀政权 也就是魏五晋五 算是真的是这个武功捉住 克定霍乱才能称武 作风行事呢还不错 所以由于这个后来这些个军阀割据政权啊 他们这个这个滥用这个号 等于把这个嗜好给搞臭了 那再加上那个王朝统一之后 讲究的是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 所以这个五帝呢 就不常用了 你看那个明朝有一个五宗 就是这个这个爱打仗啊 爱玩打仗啊 就是正德皇帝啊 其实这个五宗在所有的这个 妙号里都不算什么好的妙号了 好啊 这个呃 会员朋友NTT问了一个问题啊 老师感觉西游日本是从周治向秦治转化 国家发展 后来呢 自由市场经济促进了宪政民主 那有没有原来秦治转向周治 后来民主的案例 希腊土耳其算吗 这个我觉得希腊土耳其完全不算啊 土耳其啥时候也没有这个这个周治过呀 没有周治过呀 是吧 他就是凯末尔的时候 他也是这个中央集权的那那样的一个国家 那总统的权力仍然很大 更谋说今天埃尔多安苏丹了 那就更更不能算 而且你也不能这么完全套用 那这秦治周治 他只适合用在中国 你别往别的国家身上套 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你不能往人上套 那但是你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由原来的中央集权 到后来发展 发展到这个各地这个地方自治 然后走上民主道路 有没有 那最典型的就是德国 二战后的德国 原来绝对都是 这个甭管是第二帝国 第三帝国 都是中央集权的 那么现在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利 如果要愣这么套的话 可能勉强能算 由秦治发展到周治 然后走上宪政民主 走上这个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国家 好 会员朋友DK问了一个问题 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 开始修建或升级很多神功 这是否是日本国家权力更集中的体现 另外呢 想请教一下 同为神道信仰 怎么样的神社才有资格成为神功 修建神功啊 确实是权力集中体现的产物 不然的话 你上哪搞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去修 你更不可能通过他来推动神道教的信仰 至于神社怎么能够成为神功 我告诉你 神社永远成为不了神功 为什么 这俩祭祀东西是不一样的 这个你神社和神功关键的区别 就看你祭祀什么样的神 神功是专门祭祀 这个日本皇室的神的 你祭天道大神 一世神功 这是神功 你祭祀明治大帝的明治神功 这是神功 你别的东西 你成不了这个神功 祭祀学问之神 奸元道真的北满天野功 这是神功 你神社都是祭祀 这个什么就是地方那些神 福建道和大社 咱们说这就是祭祀 这个五谷神的地方 所以神功全日本只有几十间 而神社呢有好几万间 所以你神社是成为不了神功 那俩祭的神不一样 好 这个会员朋友 这个GORUMPALPATINE 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请问袁老师啊 欧洲中世纪 社会这个经济科技思想各方面 真的是处于停滞状态吗 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 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有中世纪奠定的基础吗 如果西方没有进入中世纪 岂不是可以早进入现代社会一千年 第二个问题不予回答 不存在如果这个问题 这个咱们强调过多少遍 不要问假设 如果日本没偷进入港 那是不是中国就灭亡了 是不是日本就把中国占了 这种问题不给回答 不回答 那么这个是不是真的处于停滞状态 那显然是不是 那显然是不是 所以这个咱们说这种黑暗中世纪 这个称呼是来源于这个启蒙运动时期 这些启蒙思想家给中世纪上的这个封号 实际上我们可以甭别的不说 我们看到的宪政民主 是不是就是中世纪出现的 一二一五年的自由大宪章 一二六五年就出现了国会 对吧 英国就出现了议会 这就是中世纪出现的 比如我们看到这种这个法律 凌驾于一切之上 这也是中世纪出现的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这个职务是法官 也是中世纪出现的 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相当多的希腊罗马的文化 在这个欧洲能够保留下来 也是中世纪出现的 所以显然他不是在停滞阶段 而在不断的向前发展 可能发展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那他绝不是停滞 更不是倒退 这可能就是这个启蒙思想家 为了说明自己的正确 然后对他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 一种贬损吧 可以这么去理解 这个会员朋友蒙蒙 说这个意大利历史上有很多知名的家族 比如北部的贡加扎家族 佛罗伦萨的美帝奇 他们这些家族呢 城堡遗产 现在成了很多公开的博物馆 那比如贡加扎家族的这个公爵公 那这些家族成员现在怎么样了 在现代社会他们还有贵族身份吗 现在怎么样 这就得查了 这谁知道 谁对他们进行了解 你看哪能查到 是百度还是还是还是什么Google 这哪能查到啊 这些家族现在怎么样 肯定是没有贵族身份的 那现在这个大概还保留着贵族身份的国家 那主要就是英国了 其他国家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 没有什么贵族那一说 这样你像北欧那些王室啊 包括这个荷兰啊比利时啊 那什么这些王室 他只有王室成员还能算贵族 那日本在1947年废止了华族令 那些公口脖子男爵的贵族身份就都也没有了啊 因为这个跟现代文明社会 现代社会他等于格格不入 所以肯定就不能 更捧说像意大利法国德国这些早已经实现了共和制的国家 那你是贵族还有啥用啊 那没有什么用了啊 好那会员朋友们问的问题呢 咱们就回到这儿 那下一期呢 看大家有什么更好的问题 咱们接着翻牌 谢谢会员朋友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